台風天平在菲律賓登陸後 當局仍然繼續搜索失蹤者 風暴造成最少164人死亡 7萬人被迫離開戒院 俄羅斯反對黨領袖納瓦爾尼 在俄羅斯中央選舉委員會 禁止他明年3月競選總統後呼籲抵制大選 網上名稱叫做超級低俗屠夫的中國著名維權人士吳鑑 被當局指控顛覆罪而半監八年 利比利亞選民選舉新總統 前足球運動員喬治維亞 和現任副總統博亞海競爭 秘魯總統傅恩斯基呼籲全國獲解 他試圖平息數以萬計抗議者 不滿他特赦前總統騰心的反人類罪25年刑期 郭文明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